今天还是穿了一条睡裤在下面 哈喽大家好我是Snow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呢 我收到的最多的大家想看的视频的类型呢 就是去斗加白色 今天呢我就带着我一肚子的干货 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些年我战略的痘 熟悉我的朋友呢 肯定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就是我发过一个如何变美的视频 那里面讲述了我在大概 高中三年和大学两年 这五年的时间 真的是反反复复的在烂脸在长痘 其实我就是非常不自信 会去留那种很厚的刘海 试图去遮住我额童上的痘痘 然后呢也会用各种的粉底啊 遮瑕去遮我的痘痘 但其实真的是越遮越糟糕 在我男朋友面前也是挺不自信的 因为他皮肤特别特别的好 那时候我妈也是看到我 他就觉得说特别心酸特别想哭 所以说我特别能理解 点开这个视频 然后正在经历着长痘的同学 你们的心情 我想跟你们说的是不要急 因为去斗这件事情呢 真的不是一个一天两天 一个月痒一个月 对不对 甚至是一年两年就能解决掉的问题 所以说真的需要耐心 我就不说那么多废话 赶紧开始 我今天要跟大家总结的 我的这些经验吧 第一条呢 就是一定要适量的给你的护肤过程 做加法和减法 加法指的是什么呢 加法指的就是补水 我相信很多很多长痘痘的朋友 也是油皮或者混油皮 因为长痘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的油脂分泌过多 那这时候呢 这些油皮的朋友可能就觉得 自己皮肤啊摸上去 好像还挺油的挺水内的 就不用太多的注意补水 那其实这真的是错误的 一定要补水 补水非常的重要 减法呢指的就是乳液 一定不能选择太厚重的 觉得不好呢 就会觉得很混乱 为什么补水呢 你补的越多越好 但是反而到了乳液这边 你就要开始做减法呢 因为像化妆水啊 精华这些东西 是很容易被你的皮肤吸收的 但乳液真的不行 乳液如果你选择的 都很厚重的 就忽在你脸上 很难被吸收 从而呢 就非常非常的容易导致长痘 因为我是北京人嘛 我在北方的时候 尤其是冬天 我就觉得好干啊 你不用那些厚重一点 质地的乳液根本不行 可是用了呢 你又觉得 就会焖痘 我就所以说 我觉得北方的妹子们 实在是 太难了 但是相比南方呢 我就觉得南方的朋友们 就先天就有这个优势 我之前是在香港 然后后面又去了深圳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时候呢 允许广东的朋友们 你们在哪里 允许你们骄傲一下吧 就是在广东 真的不用太担心 补水这方面 就砸起来 自然而然的皮肤 就觉得水大大的 就特别特别的舒服 第二点就是 不要用毛巾 不要用毛巾 不要再用毛巾擦脸了 毛巾真的太脏了 上面非常非常多的满足 我之前呢 都是用毛巾洗脸 因为我相信 大家小的时候 应该就是90号嘛 给我这么多的条件 去说知道 要拿什么一次性的 那种面筋去擦脸 小的时候都是用毛巾嘛 我也是到了大学 我才接触到这个观念 去使用那种 一次性的绵肉筋 这样子的话 对皮肤是非常非常不刺激 而且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丢掉你的毛巾 不要再用毛巾 我发现我不用毛巾洗脸 之后我的痘痘好了好多 第三点 少化妆 尽量不化妆 减少你化妆的次数 和减少你持妆的时长 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真的是能不化妆 就尽量的不化妆 尽可能的让你的皮肤呢 去处在一个放松的 舒服的干净的这么一个环境 皮肤真正得到了呼吸 那它才会越来越好嘛 那同理就是 你如果一定要化妆 在卸妆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卸得干净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呢 就是不要用卸妆油 我发现自从我不用卸妆油 反而去用一些卸妆膏啊 很多很多 第四点呢 就是一定要保护卸妆油 多多的去洗你的枕套 因为枕套上 就跟毛巾是同理嘛 但是枕套 你不可能用一次性的枕套吧 所以说多去清醒的枕套 我觉得我高中会痘的那么严重 可能就是因为在宿舍 洗枕套的次数并不是很多 待到大学之后呢 就感觉人长大了 对卸妆这方面也是 注意的更多了 会自己去清洗枕套 更频繁了 说到第几点了 第五点了吗 anyway就是当 比如说你看到你的皮肤上 就是有快要爆出来的痘痘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挤 挤真的是会留痘印的 因为我到现在就是 额头这里 还有一个坑 然后包括脸颊的两边 都是真的血一般的教训 我当时高中的时候呢 是我妈在北京找了一家去痘中心 是一家还比较专业 比较大人又连锁的 但是已经是 啊天将近十年前了 oh my god 我高中已经是将近十年前了 本就是大概十年前吧 我在北京呢 找了一家苗方青年 我甚至都不知道这家电线还在不在了 去痘中心真的是帮了我很多很多很多 我就是大概一周去一次吧 所以说长痘的朋友 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乱去百度啊 去小红书啊那些 真的是没有用的 要么呢就去正儿八经的医院 要么呢就去专业的去痘中心 ok 嗯 oh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刷酸 今天早上刷酸的呢 我也是写了一个list 这个list上面就是一些 我用过 然后觉得真的是有用的一些 去痘的护肤品的推荐 那第一个呢就是 Dr. Wu的水阳酸 刚开始用的时候 皮肤掉皮掉的好严重啊 就是一定要坚持 第二个呢就是理肤泉 我高中那会儿是用的理肤泉的整套 我那时候坚持用理肤泉 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最近两年在用的 一个是奥尔滨的健康水 还有一个是Kills的精展花水 这两个水呢都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还有一个镇静舒滑的作用 我一般就是感觉自己哪里要长痘了 哪里要长闭口了 我就会把它敷在有痘的地方当面膜 最后一个这一段时间也在用的呢 就是Foreo的那个洁面已经就洗的真的很干净 比你自己用手洗干净太多太多了 而且就是洗完之后皮肤特别特别的光滑 我大概一周用个一两次 以上说的这些呢就是我如何去痘呢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诶那你是怎么变白的呢 我特别喜欢吃西红柿和柠檬水 这个天上去好像是一门玄学 就是吃西红柿和柠檬水真的能变白吗 但我觉得是能的 前提是你要坚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不要放弃 就是你知道把食补这件事情 当做一个习惯去做你才能看到效果 还有一个呢就是防晒 防晒呢真的是每天都要涂 我大概上上个视频吧 还有很多好心的朋友提醒我 在家也要涂防晒 因为灯光也是紫外线的 OK那这个呢就是我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现在正在看视频 你 你就是你 有一个洁白无瑕光滑闪亮的皮肤 OK那就这样吧 拜拜